接著我們要跟大家介紹他的PDF的功能 那先問一下 請問你會不會在你的簡報沒有放PDF 也許有可能 對不對 好 依我們現在學校這一學體請示例 這個 你在PowerPoint裡面 你可能會放一個 這麼大的 然後呢 如果你要看細一點的 你會怎麼樣 是會靠近一點 這裡不能放大嗎 這個網頁上應該可以放大 好沒關係我從這邊打開 如果你要看 近一點的 你看 你要靠近一點的 假設我要看這一塊 各位是你會怎麼做 你是在抓一個畫面 再丟進去 但是呢Folkite 這邊就方便很多 我們來做一次給你看 你看這裡 他有插入PDF的功能 這沒有問題 來我找一個位置 好 進來之後有沒有插入這邊 可以PDF叫進來 好我們就從這邊把它叫進來 找到 剛剛這個 是這個嗎 我改另外一個 剛剛叫錯的 那這個裡面有兩個頁面 對不對 有兩個頁面 那我們在focusite裡面呢 好你看進來了 PDF進來了 我預覽一下 預覽 有沒有這麼小一個 要靠近看怎麼辦 老闆說 要靠近一點 你就跟他講 好啊我靠近一點 你要再近一點嗎 可以再近一點 這樣有沒有比較簡單 你有看過劉佳寧那廣告吧 你可以靠近一點 有沒有 有沒有 這樣子 下一頁在哪裡 在這邊 滑鼠滑過去 我看一下 有沒有 下一頁 有沒有進來了 再靠近一點 再靠近一點 你要看哪裡 就看哪裡 因為有些時候 用簡報有個小缺點 萬一你沒準備到那頁 你就完了吧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 我就不用另外再打開PDF 這樣有沒有簡單 所以這個是他一個 蠻大的一個特點 就是在操作這一塊 你用這個功能的時候 我要提醒你一下就是 不管我們剛剛用 這個 Flash的 有一些角色 或者是Flash的動畫 或者像這個PDF功能 你在用的時候 假設因為他待會我們會做發佈的動作 如果你是發佈到網路上 這幾個功能 會顯示不出來 但是在本機上用的時候沒有問題 好因為 這個Flash的部分在網路上 他會只剩下什麼 第一張而已 所以這個稍微留意一下 如果你要用這個功能 記得要在本機上看 不能發佈到尾端 像 我在這邊的 有沒有我們在這裡面 在剛剛在訊息裡面 我是放在網路上的 所以你進去也沒有下載 是不是就直接看到了 這一種的 他就不能用剛剛那個功能 這樣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